这名的蘑菇爆米花深受消费者的喜欢 不过现在竟然被高雄市卫生局查到 没想到呢爆米花的调味料是过期的 连玉米粒都是过期的 高雄市卫军局前往了工厂积茶 发现这个爆米花最常使用的玉米粒 竟然是过期了五个月 不过业者便称说 这时候过期的日期呢只是印错的 只是呢一次就印错了将近有两百箱 实在是让人无法置信 是店名也是美食 好吃的蘑菇造型爆米花有各式各样的口味 深受消费者喜欢 不过现在竟然传出知名爆米花蘑菇 所使用的玉米粒和调味料 全部都是过期的 发现它现场所使用的原料玉米粒 它标示的日期是到今年的3月6号就到期了 你们还有在作业哦 就是这家高雄市三民区的工厂 蒜香粉调味料的纸箱 上头的日期是4月29号 另外还有咖啡粉13箱 也已经过期三个月 抹茶粉40箱也过期一个月 甚至玉米粒也过期五个月 长期放置会产生影响健康的黄区毒素 日期打成到期日 对啊所以就是这个日期打错了 它为什么这个日期会打错 因为我们分包装 业者便称过期的字样是厂商印错 只是一次就印错将近200箱 实在令人无法相信 卫生局要求业者限期内将过期原料制造的爆米花下架 中日新闻陈生亦薛慧文高雄报道